晚间新闻由国泰银行赞助播出 《梦想与未来》 国泰银行与您同行 川普叛乱案陷入白热化 加州面包店遭百人洗劫 2024全美卡债破照 各位跟周晚 欢迎收看1月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雨昕鸾 围绕着前总统川普的叛乱案之争 越演越烈 他在昨晚要求免迎州法院推翻州务卿的决定 从而让他获得大选的提名 今天又向最高法院喊话 呼吁大法官们阻止各州有关叛乱案的裁决 将投票权归还给选民 缅银州州务卿 珊娜·贝洛斯表示 他有法律义务将前总统川普 从缅银州的选票中除名 理由是内战时期的宪法规定 禁止任何参与叛乱的人担任公职 对于川普选举资格的质疑 最初由该州的议员们所发起 川普在向缅银州法院上诉时 否认自己参与了叛乱 并且辩称州务卿贝洛斯 是一个有偏见的决策者 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和机会进行辩护 而今天川普也正式要求最高法院 确保他参加各州初选的权利 从而使科罗拉多州做出的判决无效化 川普的律师在信中端促各位大法官 将投票给各位候选人的权利归还给选民 还认为不应该允许地方法官 阻止选民投票给领先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无论是缅银州还是科罗拉多州 都会在3月5日的超级星期二进行初选 但选票必须在此之前提前硬制 根据联邦法律 海外选民的选票最快会在1月20日之前寄出 其他邮寄选票则会在接下来的几州陆续发放 目前还难以确定 如果最高法院没能在此之前做出裁决 大选最终会走向何方 拜登政府和共和党众议院正就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 相互施加压力 今天由60多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 在议长约翰逊的带领下前往德州 甚至有传言称 众议院共和党人希望能尽快对国土安全部长发起弹劾调查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今天在南部边境发表演说 他和一个由60多位众议院共和党人组成的代表团 一早就抵达了德克萨斯州的伊格尔斯关口 这里也正是移民进入美国的主要过境点 白宫则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说 共和党人年复一年的拒绝为总统的边境拨款法案投票 这才阻碍了边境的安全 在拜登政府的这项拨款提案中 与乌克兰和以色列有关的战争援助 是进一步加剧国会僵局的众多问题之一 双方至今不愿退让让移民危机更加恶化 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现在也正面临着共和党人的挑战 不少共和党议员都表示 他们将在未来几周内对马约卡斯提出弹劾调查 目前来看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 已经在全国产生了连锁反应 呈现上班的难民被巴士运往几个大城市 包括纽约、芝加哥和丹佛的市长都纷纷表示 巴士公司必须要更好地协调抵达的移民 否则就将面临扣押、罚款甚至监禁的可能 自从2022年的4月份 德州州长亚培推出了孤星行动以来 该州已经将超过9万位移民送往各个民主党城市 在联邦政府无法拨款的前提下 这让各地的财政都颇为吃紧 加州康普顿的一家面包店昨天遭到了零元购 令人惊讶的是犯罪分子的总数竟然超过百人 店家一夜之间遭受了数十万美元的损失 而至今为止警方尚未逮捕任何一人 对此当地民众表示 政府的无能已经让他们感到了烦躁 画面中的白色SUV狠狠倒车不止一次 而是两次 它在昨天凌晨三点左右 撞进了康普顿的卢本面包店和墨西哥食品店 很快 一群歹徒就涌向了面包店准备抢劫 尽管有一名女子试图阻止人群 把他们推回去 但双拳难敌四手 人群很快占了上风 进入了面包店 监控摄像头中可以看到一些人直奔收银台 而其他人则在抢食物和饮料 以及货架上任何可以拿的东西 商店的员工对此也是颇为无奈 胡安查维斯说 他听到卢本餐厅的警报响起就开车过来了 但当他走进餐厅 可以称得上是满目疮痍 碎玻璃 食物残渣 到处都是打翻的饮料和商品 店铺的损失高达数十万美元 警方调查后确认这又是一起街头抢劫 昨天晚上在商店百人抢劫案之后 康普顿的居民在市议会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 辛迪·埃娜·莫拉多一年前失去了他的兄弟 肇事司机行凶后逃之夭夭 至今没有抓到嫌犯 警长说他们接到了三通有关非法驾车的电话 包括在路上进行危险的特技 抢劫以及烧毁了床垫和圣诞树 但到现在都没有一人被捕 居民们说 在过去的三年里 他们每周都能看到街头抢劫 市长则声称市政府几个月来 一直在制定相关法令 今天一大早 这家在当地开了四十多年的面包店已经停业 店家用木板进行了检疫封锁 但只要肆无忌惮地零原购无法停止 店铺即便完成修复工作 也很难做到安心营业 俗话说新年都将除旧引薪 但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 国人们对信用卡的依赖及其高债务 已经持续到了2024年 尽管美联储曾透露会在今年逐步降息 但目前的高额利率让无论是个人还是家庭都压力倍增 对于数百万的美国人来说 挥之不去的信用卡债一直伴随着他们的财务状况 新的一年恐怕也无法逃避 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 美国人的信用卡卡债已经飙升至了一兆美元的新高 与此同时 美联储为了压制通货膨胀而不断提高利率 导致了去年的信用卡平均利率 已经飙升至了22%以上 消费金融分析师贝弗里哈佐格认为 尽管经济数据总体比较乐观 但债务的不断增加会让人感觉不安 有信用卡卡债的家庭负担也会越来越大 哈佐格说 在新的一年里 家庭可以透过两个重要的步骤重新开始 分别就是制定预算和追踪支出 除此之外 为了偿还债务 还可以尽可能地列出所有信用卡的余额清单 并且了解自己的信用评分 以此作为新一年的起点 伊朗将军目的爆炸 103人死亡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今天是伊朗将军苏莱曼尼 被美国刺杀的四周年 其目的附近发生两起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103人死亡 当局将此称职为其恐怖袭击事件 最高领袖哈梅内依也誓言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 根据伊朗国家媒体伊朗国家报的消息 今天在该国以示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坟墓之前 发生了两起爆炸事件 造成100多人死亡 爆炸发生时正好有一群朝圣者在此参观 这也让死伤人数进一步扩大 四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川普下令发动攻击 将当时伊朗乃至于中东地区最有权势的指挥官苏莱曼尼 成功击毙 今天的爆炸案中难以确定是否与之有关 但目前来说并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起攻击负责 根据伊朗通讯社的报道指出 第一次的爆炸距离苏莱曼尼的坟墓大约有700米 第二次爆炸则相距一公里 而且正好位于朝圣民众和检察站之间的必经之路 根据初步的调查 肇事者是用了遥控器引爆炸弹 两次爆炸相隔大约10分钟 当局公布的影片还显示 安全人员正在努力封锁地区 而人群则争相逃离 伊朗官方宣布 在恐怖事件发生之后 政府会在明天举行全国公众哀悼日 总统伊布拉辛·莱西则称爆炸事件是仇恨伊朗的犯罪者 以及恐怖和黑暗的追随者所实施的诺夫行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强烈谴责了这起攻击事件 并且向伊朗的罹难者家属 人民和政府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安全消息人士证实 浪力时间1月2日晚 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哈马斯办公室 袭击导致包括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萨利赫阿鲁里 在内的7名哈马斯成员丧身 这也是加沙战争爆发近三个月以来 以色列首次轰炸黎巴嫩首都周边地区 当地居民在空袭发声时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 空袭造成阿鲁里等6人死亡 另有多人受伤 另据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的灯塔电视台报道 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的两名领导人 也在空袭中丧生 这是近20年来 黎巴嫩境内首次发生此类袭击 阿鲁里是哈马斯的最高级别领导人 1992年 以色列曾逮捕阿鲁里 并判处他15年监禁 他在2007年获释之后 又被关押了三年 直到2010年 被以色列流放 以色列长期以来指控阿鲁里 幕后策划哈马斯 在约旦河西岸和以色列的袭击事件 且是哈马斯与盟友伊朗和真主党之间的联络人 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提 谴责这是以色列制造的罪行 并谴责以色列 有意把黎巴嫩拖入其战争当中 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正式投诉 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称 以色列的行动是恐怖行为 侵犯了黎巴嫩的主权 并扩大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敌对行动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纳尼说 哈马斯高级官员被杀 将进一步点燃针对以色列的抵抗情绪 以色列政府和军方 没有直接就空袭贝鲁特南交发表评论 但是以色列军方发言人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以方将继续打击哈马斯 并做好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 CNN分析 此次袭击引起了美西方国家 对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 爆发全面战争的担忧 虽然到目前为止 这些担忧尚未成为现实 但是二日晚间的爆炸 加剧了外界对局势升级可能性的忧虑 根据沙烏地阿拉伯国家电视台二日报道 沙烏地政府宣布成为金砖国家的正式成员 除沙烏地 埃及 阿联酋 伊朗 伊索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令金砖成员国数目增至十个 沙烏地国营电视台报道 沙烏地已经正式成为金砖国家成员国 将巩固沙烏地在世界舞台的地位 沙烏地有经济专家说 沙烏地认为 可以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枢纽 加入金砖机制之后 沙烏地一定会变得更繁荣 除了沙烏地 埃及 阿联酋 伊朗和埃塞俄比亚都在元旦加入 令金砖国家成员 倍增至十个 埃及的学者说 若埃及与金砖成员国之间 能实现本币结算的话 将会是实现去美元化道路上的重要一步 金砖国家最初是指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四国 2006年 巴西 俄罗斯 印度和中国四国外长 举行首次会晤 开启金砖国家合作序幕 2010年12月 四国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正式吸收南非加入机制 2023年8月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5次会晤 特别记者会宣布 邀请沙烏地 埃及 阿联酋 阿根廷 伊朗 埃塞俄比亚 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的成员 但是阿根廷的新任总统米莱近日说 阿根廷不会加入金砖国家 2024年1月1日起 俄罗斯将担任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 俄总统普廷当天发表讲话说 沙烏地 埃及 阿联酋 伊朗 埃塞俄比亚 当天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 有力地表明了金砖国家的权威 及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作用 按购买力评价法计算 扩原之后的金砖国家GDP 已经超过发达西方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 占到了世界总量的36%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近期加州的雪地调查队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但探测到的记录显示 今年的积雪量只达到了往年的30% 不过他们强调并不需要过于担心 水库的蓄水量依然饱满 而山区的积雪也只需要一场风暴 就能扭转局面 加州的雪地调查 看起来更像是雪地搜索 加州今年的积雪量明显比去年减少 但幸运的是水库还是满的 这也可以称得上是去年连续大雨带来的新年礼物 但如果不尽快下雪 情况可能会改变 在山区降雨量的希望会更大 对于山区来说 只要一场风暴 就能改变所有人的命运 如果人们的新年愿望 包括加强运动 保持身心灵的健康 现在也许能从四条腿的朋友身上 找到坚持目标的动力 根据疾控中心的研究指出 羊宠物不但能够排解寂寞 甚至对心血管健康 还有不小的帮助 现在是2024年 如果你想在新的一年里 做出健康的改变 毛茸茸的朋友 也许正是你所需要的 收容所动物组织的史蒂芬妮 菲勒 Staphne Feiler说 宠物可以让你保持运动的动力 无论是带着猫狗到户外散步 还是在后院玩耍 保持运动对你们都有好处 菲勒说 养动物还能促进心理健康 并建立社交联系 不仅与您的宠物 而且你外出的时候 可能还会遇到其他人 如果您的决心是 吃得更健康 有很多食物 对您和您的宠物都有好处 只要研究哪些水果 蔬菜和蛋白质 是安全的就可以了 最后菲勒说 拯救动物 可以让你在新的一年里 感觉良好 菲勒所说的内容 也并非空穴来风 根据疾控中心的研究指出 养宠物对健康有多种益处 包括降低血压 降低胆固醇和三酸干油脂水平 甚至还能帮助缓解孤独感 焦虑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症状 稍待会来要看 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万件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一起来关注一下周三的美国股市 美股主要指数周三低开 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周二收盘 创下近三个月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之后 华尔街是再次出现震荡 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早间突破4%之后回落 美联储12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暗示 利率仍暂需维持高位 主要股指尾盘维持下跌趋势 纳指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 收报在14592.21点跌173.73点 标普指数连续第三日走低 收报在4704.81点跌38点 道指收报在37430.19点跌284点 那么今天周三公布的美联储12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 上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 美联储决策者对遏制住高通胀显得是更有信心 认为通胀上行的风险削减 预计未来一年可能适合降息 不过利率路径高度不确定 纪要称在讨论政策前景时 余会者认为政策利率可能处于或者是接近本轮紧缩周期的峰值 不过他们指出实际的政策路径将取决于经济如何发展 那纪要也明确指出政策路径的不确定性异常的高 多名余会者表示若通胀不符合预期 可能是有必要将政策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那还有一些成员则认为是情况的发展而定 有可能会需要进一步加息 今天的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12月制造业进一步萎缩 不过由于生产温和反弹和工厂就业改善 下滑的速度有所放缓 上月制造业PMI升至了47.4 此前连续两个月保持在46.7不变 那这是PMI连续第14个月是低于50 为自2000年8月至2002年1月以来 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与此同时去年11月 职位控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呢 是降至了2021年3月以来新低 自愿辞职人数减少 招聘人数也在下降 透露就业市场持续降温 根据报告 职位控缺减少的产业呢 包括运输和仓储 政府商业服务以及休闲和饭店业 那至于今天的个股方面 苹果是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下跌 该公司市值单日征发 1074.84亿美元 最新的总市值为2.9万亿美元 苹果遭到投行看空 巴克莱在最新报告中将其股票评级下调至减持 并预计其股价将下跌17% 2023年苹果手机需求不振 iPhone 15系列销售表现低迷 巴克莱还表示不看好iPhone 16的销售前景 巴克莱认为今年苹果产品销售将面临重大的挑战 苹果今天收盘那时收报在148.25美元每股 好了以上就是华语电视记者李维京在纽约带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1月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要求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